HELLO,大家好,我是劉修。 更多时尚资讯近在Purple Pearl 这一年很丰富,有很多新的工作, 然后可以做自己的爱好, 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和平。 都有意义, 然后这年差不多把自己的设计的目标做完, 就是要快上市, 然后参加了一些新的工作, 比如说一个节目,水上的游戏。 我觉得已经适应了, 什么工作都很辛苦, 没有例外。 互相支持。 缘分、运气、成长。 变化应该是摄影了, 然后跟自信, 不是像第一次做这个工作, 还有交了新的朋友。 我记得陆综艺是最有趣的, 因为可以去新的地方, 然后见到新的人, 认识新的人, 就是做不一样的事情。 你相信的就是有时间休息, 有时间工作。 想把自己的超牌上水, 然后挑战新的工作, 可能有一些国外的工作。 说实话不太满意, 因为我听得懂比较多, 但是自己表达的能力还不够好。 每天在外卖很自由, 可以选随便选食物。 旅游就是去, 之前去了重庆, 跟朋友旅游。 。 很喜欢因为每个城市, 每个城市有不一样的风景, 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 吃不一样的食物, 然后可以, 就是可以很方便到达高铁很快。 对中文应该是汉字的历史, 然后就是整个语言跟欧洲的语言不一样, 所以很有趣。 最近坚持健身, 还有打球, 那个大王球, 还有滑板。 我自己喜欢是右边的侧脸, 最好的技巧应该是自信一点, 然后眼神要看镜头。